上面有着如鱼密码的听力图吧 右边的这一张棋盘格的图形呢 有它的纵轴上面最右端 纵轴从上面到下面 从负十一直到一百二 代表着声音的大小 数字越大声音就越大 纵轴的右边对应的文字 指的是听力损失的程度 如果我们能够察觉25分贝的声音 我们就认为它是在正常的听力范围 当察觉声音的能力 需要较大声的时候 我们就会依着它的程度来 划分不同的程度 在红色的方方里面 就是指当你的察觉声音 需要到90分贝以上 就属于集中度的听力范围 在棋盘格的顶端呢 会有的红轴的数字 500 1000 2000 4000 代表的声音的高低频率 越往右 数字越大 代表声音的频率越高 图案中间 红色的圆圈 代表层层右耳的听力情形 蓝色的叉叉代表它的 左耳的听力的情形 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低频率的部分 在比较高频率的声音 层层中已经达到 极重度的听力准时的范围 棋盘格的中间 有一个灰色的香蕉图形 指的是我们一般对话情形下 我们语音的能量分布范围 大约是30到60分贝之间 所以层层在没有佩戴出听 辅具的状况之下 是没有办法听清楚 我们讲话的声音 也没有办法听到 大家可能以为 只要佩戴上出听器 就可以把原来听不到 或是听不清楚的声音 变还原成原来的状态了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图卡 下一张图卡 左边会有一个生活情境的听力图 出听器 简单的来说 它是一个扩大的作用 主要是把环境中 各种大大小小不同的声音 由麦克风收进来 然后放大到听的人 他可听的范围 以层层的听力来说 就是蓝色下方 这一块小小的范围之内 换句话说 是在90分贝以上 但是这些放大的声音 又不能超出人耳的不舒适值 大约是120分贝 因人为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文字幕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